近几年 愿意与大陆建交与台湾撤交的国家 在逐渐的增多 台执政当局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 他们的操作也是接连失败 所以台独并没有获得多少国际的同情 即便是美国在搞这些法案的里头 他们也往往掩耳盗铃地加上一段 就是对台的这些合作 不表示美国与台湾建交 也不表示美国改变了 其对台湾国际地位的看法 以上这些就说明 这不仅仅是因为 我认为不仅仅是因为 中国强力的反制台独 而且因为台独不能够获得任何国际法的支持 没有任何国际正义可言 陈中山先生当年曾经警告过日本军国主义 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不要做西方霸道的英权 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资案 一定会对这些台独势力 同样与当途的棒喝 所以我们坚持一个中国 民族统一反对台独 不光事关民族情怀 也事关世界的正义 在两个正义 一二三 二五 四 一